北韩有选举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文所未闻 而北韩的选举里面还出现投了反对票的人 这更觉得新鲜 北韩的这一个地方是道士郡 那么这一次有部分选出出现了两人参选 官媒朝中社也首次公布了反对票 我们就来看一下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罕见的在镜头前面投票 我们首先看在道的这个行政区域里面 人民会议代议员候选人投票 99.91%的人支持 但出现了0.09%的反对 在士郡这个层级的行政区里面 也是士郡人民会议代议员投票候选人当中 99.87%的投票支持 出现的反对票是0.13% 投票率是99.63% 四年前的投票率是99.98% 要注意的是呢 他们的投票呢 是进了投票所之后 会有两个颜色的票轨 分别是投赞成跟反对票 所以呢 投票没有隐私 如果走到反对票这个票轨 当然立刻被发现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大妈们看似在跳广场舞 但其实这是在北韩的投票所外 为了对外展现选举的重要 如同北韩其他重大活动或纪念日一般 部分男女老少在场外集体跳舞 但这场选举看不到对候选人的讨论 也没有拉票造势 不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倒是现身投票 你没有听错 北韩地方人民会议选举中 竟然出现反对票 根据官媒 对倒人民会议代表候选人的支持率 为99.91% 0.09%投下反对票 对市和郡候选人的支持率 则为99.87% 反对率0.13% 北韩人民会议和地方议会 对执政的朝鲜劳动党来说 其实只是橡皮图章 投票率通常超过99% 四年前的选举赞成率皆为100% 这次是自1960年代以来 首次提及反对票 仔细看看金正恩如何投票 他手中的票投进绿色的票轨 正面其实写赞成 红色票轨则写反对 也就是说 谁投下反对票清楚可见 根本违背秘密投票原则 不过这次投票率为99.63% 根据南韩统一研究院 比2019年低了0.35个百分点 如果北韩总人口为2500万人 这次等于约87500人每去投票 南韩智库认为 这可能是北韩国家统治力量 减弱的征兆 北韩统治力是否减弱 外界无从得知 但造神运动看来是没有停止的迹象 21号北韩成功发射军事侦查卫星 万里进一号 两天后金正恩便吸七女出席清工业 有美国媒体报道 金正恩女儿金主爱 被赋予朝鲜新星女将军的称号 现场庆祝北韩迈入太空强国时代 平壤声称侦查卫星拍到了白宫五角大厦 甚至朝鲜半岛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 但没有公开相关卫星照片 不管军事侦查卫星是否成功 位于北韩东北的罗仙经济特区 现在也成为平壤另一项利器 美韩和西方专家分析卫星影像指出 自八月以来 俄罗斯后勤相关船只 多次往来北韩的罗金港 韩国军方表示 北韩已运出约两千个货柜 疑似装载乌克兰战争所需的炮弹 甚至可能含短程飞弹 当地连接俄罗斯的豆满江火车站 更是自2022年底就开始有动静 这个1990年代在中俄边境建立的经济特区 在国际制裁和疫情前 是许多北韩人梦想居住的地方 中国的电动脚踏车 捷克的生啤酒等进口货 在当地都不难看到 直到2017、2018年制裁开始起作用 当地百姓的生计大多取决中朝贸易复苏 今年1月罗仙与中国的边境重启 现在再加上朝俄关系升温 都让衰皮的经济特区出现一线生机 推升温众科报道